说起安加赖卑鄙杨颖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非常的熟悉了 毕竟 作为国内diss的粉丝破译的明星 不管是在圈内还是圈外 知名度都是比较高 杨颖不知道说是运气好呢 还是自己的实力强 尤其是这短短的最近几年之内 就成长为了娱乐圈中的当红女星 她的粉丝人气更是一路的飙升呢 经常的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了解卑鄙的都知道 在2003年的时候 她是以模特身份出道 此后还应该认识上模特 而在香港崭露头角 杨颖本身混血 再加上后天的长相交好 一度成为网友心中的女神 她的颜值也是经得起推敲的 身材更是无敌棒 有着几乎完美的身材比例 缺陷玲珑 水神腰 逆桃臀 令人惊叹 后来凭借着颜值身材 让杨颖在香港模特圈内小有名气 之后在电影《夏日乐悠悠》中的精彩演绎 也是让大家成功注意到了 这个美丽的女孩子 后来随着与黄晓明黄教主恋情的公开 贝比那也是成功进入到内地观众的事业 杨颖自从参加了《奔跑吧兄弟》之后 凭借该综艺节目成功走红 其在综艺中的随机应变能力 令很多观众对她新生好感 她也因此收获了很多粉丝 如今更是成为了一线明星 向着演艺圈进居 进入演艺圈之后 也是主演过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不过很多观众都觉得 贝比的演技还有提升空间 因为她的演技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 很多网友指她不仅演艺差 也没有敬业精神 而后网友们还将她的 多嘴瞪眼的演技截图了下来 做成了表情包 成为了大家日常嘲讽的工具 其实杨颖并不是科班出身 所以在表演确实会不如 一些专业院小毕业的演员 不过大家也都能看得出来 这些年Baby也一直在努力 演技也在慢慢提升 事业发展顺利的同时 爱情也蛮顺利的 当年在机缘巧合下通过朋友的 某聚会认识了黄晓明 当时也只是普通朋友 但后来双方慢慢都蒙起了爱意 经常各种方式传情对方 最终也公开了 要知道当年公布恋情时 黄晓明正值演艺生涯的巅峰 是时下最至手可热的一线明星 而杨颖与黄晓明的恋情曝光后 全球媒体也第一次认识到 这个与一线明星传出绯闻的小女孩 在那之后 杨颖的资源就此大好 不仅影视剧接连主演 代言品牌广告也是一大堆的接冲而来 而两人之后的那一场世纪婚礼 也是受万人瞩目的 当时婚礼上更是有一大半娱乐圈的人 来见证他们的爱情 不得不说让人非常羡慕 婚后也是育有一个儿子小海绵 一家三口幸福美满 但好景不长 婚后不久的黄晓明和杨颖 就时不时被传出离婚谣言 这谣言最终还是在2022年1月28日打破了 两人真的一起宣布了离婚的消息 让人非常震惊 从当初一场梦幻的世界婚礼开始 到如今两句冰冷的回应解围 黄晓明和杨颖只维持了七年的婚姻感情 就此破裂 离婚后的杨颖就被记者问道 小海绵知道你们离婚吗 baby下意识的反应 黄晓明都意外 只见baby无奈表示 孩子只要知道我们爱他就好了 不得不说 这句话也是一个满分的回答了 相信黄教主听到也会非常意外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